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大家都知,香港現在其實叫做 蓋作IPO、蓋作計劃上市發股票的公司比較少, 而且外界也有很多,冷言冷語就開始嘲諷 說香港現在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就連印度都爬離頭,沒有人去香港上市。 香港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1月30日 透露現在計劃與大陸談公司, 加快審批來香港上市。 其實之前都同大家講過, 香港最大的價值就是國際金融中心。 你說其他東西可能都顯得不太重要, 因爲國際金融中心起的話, 基本上這班人是可以帶動到各行國業, 和一個比較高的消費額。 但現在這幾年,香港已經執了過百間證券行, 你沒聽錯是過百間證券行, 不單止這樣,高財通,優財通, 總之這些人才來到香港, 當中有不少是大陸金融人才, 他們甚至乎是中產以上, 結果來到香港, 其實他們找不到事做, 因爲金融行業已經萎縮了。 講返新聞,陳茂波透露, 現在是積極與內地相關監管機構討論, 加快審批企業離港交所上市速度, 同時強調, 與內地機構現在緊密商議, 加快推進相關工作, 其中一個重要措施, 就是在南向通道加入人民幣交易櫃桌。 這裏其實都講一講, 你如果是講IPO的話, 其實這些上市公司大家, 都想買一個好價的, 想買一個好價的話, 其實就是要個市好, 你個市不好的話, 我現在來上市, 我找我自己笨嗎? 就算那些會計師樓, 或者上市保證人, 他們所拿著的case有不少, 是將上市期限一推再推, 為什麼呢? 我現在可能虧少少手續費, 這裏可能是無關同樣的, 但是如果是因為市好差, 我上市的話, 沒有人買我的股票, 沒有韭菜接貨, 那怎麼辦呢? 還有, 我市那麼差, 我定價可以高嗎? 現在那些韭菜不炒股票的啦, 那怎麼辦呢? 這一個也是一個, 我們不去香港上市的原因, 因為市差, 不是不上市, 是一直排隊, 不對路, 不上市先, 延遲住先, 這個是現實情況來的嘛, 不要說他們啦, 就算你換了是我都這樣說啦, 那陳茂波也說到, 說香港的銀行存款, 2023年增長了超過5%, 證明資金是有進有出, 但總體來說是淨流入, 這裏其實可以解釋得到, 存款增長了5%, 你要看回哦, 那些存款是哪裏來的呀? 會不會是大陸的錢呀? 因為你一開慣, 好多人其實來了香港那邊, 你香港做什麼呀? 你香港那裏做定期呀! 他們那些存款特種兵來的呀, 竟是多了錢呀! 就算那些新聞呀, 你上網隨便找一找, 都大把啦! 但我們還要想到一件事, 那其實香港是有資金流出的, 在香港的情況之下, 都有這樣的淨流入增長, 即是說這批大陸人, 是擺了好多錢去到香港呀! 那債券方面, 2023年的頭9個月, 香港所發行的債券 就已經達到5070億美金, 同比增長了7個%! 資產管理方面, 香港管理的資產規模去到4萬億美金, 在亞洲屬於領先的位置, 2023年, 香港私務基金管理的資本, 去到2200億美金, 佔了全亞洲超過15%! 繼續排第二! 他説到, 香港現在是謀求市場改革, 吸引更多資金流入! 2023年, 香港資本市場波動, IPO融資規模下滑, 流動性欲困, 股值縮水, 業內人士分析針對市場的情況, 香港通過降低印花稅, 還有創業版上市改革等等, 去提高機制、 政爭力的措施去解決它。 不過短期來看, 未看到明顯結果, 而今次他們官方發言, 集中強調來香港上市, 在南向通加入人民幣交易櫃檯等計劃, 是想在大陸找到更多, 增加量的空間。 但是, 這一個這樣的空間, 有沒有可能成功呢? 南向通人民幣櫃檯, 是不是想大陸的小韭菜過來買股票呢? 但是, 現在大陸的小韭菜, 都不買大陸股票了! 這裏其實好搞笑的, 最近, 我是特意有看抖音的, 平時只有找資料才會看抖音, 但是這幾日, 我是看得好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找資料期間, 抖音不斷推薦股票的相關影片給我, 可能大數據識別到我近段看這樣的資訊新聞, 見到好多小韭菜, 在那裡哭了口, 說你指數升有什麼用啊? 你只是拉你自己的股票, 其他股票你不拉升, 他說第一日, 星期一, 四千八百隻股票下跌, 第二日, 星期二, 五千隻股票下跌, 整個A股只有三百隻股票上升, 嘩! 看到我, 那些人簡直升累驅下, 我知道這樣好像幾衰, 但都沒辦法, 他不斷推給我, 有不同年齡段的韭菜, 有年輕的, 有中年的, 甚至乎有老年的, 他們現在意口同升, 都說到以後不玩了, 以後要收手啦, 這樣玩下去, 沒多少錢都可以玩的啦, 甚至乎有些人, 他是說到, 他是見過虧低, 他選用一個分段入市的方式, 好, 怎知道分段入市, 每入一口, 每入一次, 每次都是跌的, 價格向下, 他們說到自己已經買股票, 買到沒了錢, 然後還要天天虧錢, 這種感覺, 我想都應該是非常難受, 血汗錢來的嘛, 賺又賺不到太多, 那輸呢, 就天天在割你, 割到你是完全沒辦法的, 你買股票呢, 你是這樣, 你完全沒辦法的, 除非你出青走日, 你一不出青的話, 一日你都是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令它升的, 因為股市的升跌, 不是由小韭菜話事的嘛, 那其實對香港來講, 找一些優質的IPO過來上市, 其實已經算是黑不容緩的啦, 因為那個IPO, 你是差到, 是那些上市, 幫人搞上市的公司, 是幾間分一間, 大家叫頂住條數那樣的, 那未來呢, 可能是內地的醫藥生物軟件, 這些產業, 就會是比較多去香港做IPO咯。 那根據港交所的數據顯示, 原來2023年頭11個月, 港股的新股, 超過九成都是大陸企業, 那目前, 香港股市,IPO, 排隊的企業, 有73間的, 那這個數量其實都不少, 創業版兩間, 主版71間, 大多數都是集中在軟件服務, 醫療、保健、服務、製藥、 生物科技和生物科學這幾個領域。 那業界的人士提到, 如果是加快審批速度, 那集進一步打開的話, 估計會有更多優質企業來到香港上市。 那些資深的業內人士提到, 更加多新血湧進來, 可能可以打破目前港股IPO數量萎縮, 融資額下滑的惡性循環, 促進市場良性發展。 但是,這裏我自己看是雙面到, 怎樣雙面到呢? 那你向好的方面, 就是可以想成, 是更多優質的企業來到香港上市, 但你向壞的方面想, 就是有更多垃圾公司過來香港上市。 那當然啦, 每件事都正反兩面, 好公司股票不一定升, 垃圾股票可能升到八八聲, 即是這些不一定的。 至於這些手段, 能不能夠令到香港變回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呢? 因為現在無論是恆生指數也好, 就算是2023年的IPO都好, 全部都是大陸股票來的,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是變成中國金融中心啦。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